一 二 三 阿沙拉 阿里公 因為我不懂中文 所以我爸爸希望可以學到中文 所以就決定不如去一間中文中學 額外會花點時間去阿sir 找中文 可能吃飯後就會去找阿sir 放學又是這樣 可能去到六點 七點多 還在阿sir 找書 要考試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累 我都感覺不到 Nursing 這個工作 都是很值得尊重的職業 社會是給了我很多 我要貢獻社會 愛美的父母都是巴基斯坦人 但他就在香港土生土長 今天他就為一間社企 做本地道賞團的導遊 向市民介紹少數族裔的文化 和在香港的生活 現在我做的事 可能跟本地人 和地方的華裔人 說我們自己的文化 可能我們去清真寺 介紹我們 穆斯林或者巴基斯坦人的文化 剪刀 他們上來的時候 可能好像是陌生的感覺 叫他們形容一下 他們對我們南亞裔的印象 是怎樣 他們會用一些字眼 例如吃咖哩 吵 很臭 不過最後我們完成了 整個旅程 之後他們好像跟我們很友善 就說我們其實都很好 又很友善 我們多點溝通 覺得好像大家都一樣 愛美今天融入到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但原來她在中學之前是不懂中文 而她爸爸就心靈語言的重要性 就想愛美在主流學校學好中文 但他們扣過幾次門 都是摸門釘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 懂得的中文是很少 面子都是用英文的 不斷跟老師說很想學中文 面子的老師就說 給你一年的機會 如果你一年來都 見你中文有進步的話 就可以繼續去讀書 難得有機會 外美即使面對適應的問題 仍然勇往直前 在被取錄的書家 已經開始惡補中文 暫時每天都會上學 找中文老師 跟他溫中文 開始那兩年都是這樣 額外會抽些時間 去老師那裏溫中文 可能大食 吃了飯之後 就會去找老師 放學也是這樣 可能去到六點 七點多 還在老師那裏 會有的 那時候的priority 都是讀書方面 很快 憑著努力 不放棄的精神 外美的中文 佔入街景 加上參與不同的活動 令他開始找回自己 看東西更正確 之前可能會看到 自己又不懂這個 又不懂那個 又不懂中文 把自己跟同學 比較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很差 You're Jenny right? I'm Jenny VTuber會帶出一個 potential 他可能會覺得 我做tour 或者這件事 是很 meaningful的 我的role很符合 因為我是一個 艾名 minority 南亞裔 還有做tour的role 是很重要 但是tour 在哪裏都可以做 不過我們說自己的故事 是powerful很多 而家裡的一件事 亦都令他找到 自己未來的方向 我記得有一晚 是凌晨四點的 我媽媽突然說 即是說肚痛 我那時就跟媽媽說 不行 我們要去醫院那裏 我醫生說 媽媽是那個 酸卵管 是爆了 那些血就來 肚子那裏 那裏 醫生說要盡快做 那個手術 如果 我想 那時我沒有在這裏 我媽媽會怎樣 解決這個問題呢 所以就想起 好像我媽媽那樣 會有其他很多人 都會需要這個幫助 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域 已經都開始 有一些 南亞裔的人士 做事 不過好像 醫療方面 就沒有什麼 或者很少 醫療方面 也是一個 我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EMs 他們很缺乏 因為 可能因為 一個語言的障礙 就會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在這裡 克服了語言和社交困難 也都認清自己的方向 勤力的愛美 成功入讀港大護理系 未來想做護士 想服務的 不只是少數族裔 而是所有人 大家都是一樣 只不過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都會很親密 我都是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長大 這個社會是給了我很多 我有時都會覺得 可能在巴基斯坦 可能都未必讀到書 或者一些問題 不過在這裡 其實社會是給了我很多 我要貢獻社會 我覺得好像未來 都會挺成功的 因為自己很勤力